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咱们继续来聊聊风起洛阳 在以前的节目中 我曾经说过 马伯雍先生的作品呢 有一个特点 就是喜欢张冠礼带 这里的张冠礼带呢 并不指的是贬义 而是指的马先生经常把一些历史上的真实人物放到他的小说作品中 而在小说中这个人所做的事 与他在历史上所做的事是完全不同的 比如说长安十二时辰中的张小敬 张小敬在历史上呢 是禁军中的一员 当时在马维波之变中 是他第一个一剑把杨国中射落于马下 然后他又纵身而上 砍下了杨国中的脑袋 但是在长安十二时辰中 张小敬则成了不良帅 相当于邪警的大队长 那么在《风起洛阳》这部剧中有没有类似这样的人物呢 还真的有 她的名字叫咬娘 在剧中 咬娘是积善博仿的女老板 可以说是风姿错约 气质高冷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咬娘刚出厂时候的衣着 特别是她左肩上披着的那条长长的丝质的长巾 这样的装饰呢 在剧中很多女主角身上都能够看到 这实际上是唐朝时期女性的一个特有的装扮 她还有一个名字叫佩伯 佩伯呢 应该是来自于波斯 大家看到佩伯的样子 可能很快就会联想到印度女性的装束 确实是有几分相像之处 但是呢 从史料上看 更应该是来自于萨珊波斯 因为在萨珊波斯的壁画中发现了这种装束 和唐人的装束基本上是一致的 这种装扮呢 据考证是从隋朝的时候开始流行 唐朝初期和武则天时期 这种佩伯呢 长度并不是特别长 但是从中晚唐开始以至于到了五代十国时期 佩伯的长度是越来越长 据说一位妇女身着佩伯人已经到了长安了 但是佩伯的另外一头还在洛阳呢 当然了 这事太夸张了 可是到了宋朝的时候 大家知道宋人以简约为美 这个佩伯呢 就开始发生了演变 后来就演变成了大家更加熟悉的一个服饰 就是侠佩 凤冠侠佩中的侠佩 在这儿呢 我想特别要说明一点 很多影视剧呢 都说中国的古代 新娘结婚的时候的结婚礼服就是凤冠侠佩 其实啊 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不是说不穿凤冠侠佩 而是不能仅穿凤冠侠佩 为什么呢 因为凤冠和侠佩不过都是佩件 这新娘如果仅穿着凤冠侠佩 那是上不了阶的 如果真穿着这身上阶的话 那肯定不是新娘 那是行为艺术家 就跟男士不穿衬衫打个领带 不穿裤子系一条皮带的演出效果是一样的 所以新娘除了凤冠侠佩以外 该穿什么样的婚服 还得穿什么样的婚服 剧中的姚娘呢 是一位冷艳的女子 但唯独对高炳竹是一往情深 她多次帮助过高炳竹 如果没有她的话 可能高炳竹活不过第二集 我当时就一直猜想 这个姚娘的背后一定不寻常 我当时想的 她可能是某一方的情报机构的负责人 因为去他们独坊的人 三教九流 人物旁杂 所以容易传递和收集情报 姚娘呢 应该是这个情报机构的负责人 具体她是为谁效力的 现在呢 还很难说 直到今天 我看到呢 有一位观众朋友留言 说她注意到那位手拿着十字挤 蒙着面 在剧中杀死了高炳竹几位兄弟 还有其他许多人的杀手 她的身形是一位女子 这句话真的是点醒了我 突然解开了我心中的一个谜团 这个疑团呢 就是高炳竹曾经说过 五年前 他曾经与他的几个兄弟救过当时的太子李显 在和春秋道的那些杀手们搏斗过程中 持十字挤的蒙面杀手 杀死了他的几位兄弟 高炳竹本人也受了重伤 不过是侥幸逃生 我当时的疑问就是 高炳竹怎么可能侥幸逃生呢 难道如此一个像蒙面人这样的顶尖杀手 会看不出高炳竹当时并没有死吗 那时候他要杀高炳竹的话 岂不是易如反掌 如果那时候就把高炳竹杀了 那以后的很多麻烦都没有了 那么他为什么不下手呢 如果他是一个女的 那么我们就应该能够找到答案 他之所以不杀高炳竹 就是因为他认识他 他喜欢他 而通过后面的剧情 我们知道 喜欢高炳竹的女人有两个 一个是伍思月 一个就是咬娘 伍思月肯定不可能 因为伍思月是在发生了告密者被杀以后才认识高炳竹的 而高炳竹的兄弟被杀 那是在五年以前 那个时候伍思月肯定不认识高炳竹 所以不是伍思月 那答案只有一个 就是咬娘 咬娘就是那个蒙面的持十字戟的杀手 是他杀死了高炳竹的兄弟 也是他对高炳竹一往情深 咱们再从头想一想 咬娘最早帮助高炳竹的时候 那时候高炳竹正处在大理寺和内卫的追捕之中 那时候高炳竹如果被抓住 就是死路一条 所以咬娘帮助他非常的合理 而且咬娘还曾经劝过高炳竹 让他放弃为他的几个兄弟复仇的想法 回头我们再看看他当时的表情 可以看出他有很多的难言之隐 因为他知道 如果高炳竹继续的追查杀死他兄弟的凶手 那么他与高炳竹之间一定是个不死不休的结局 再有呢 就是曾经有几个船公在赌坊里赌博 没钱了以后想赖账 借口呢 就是公布欠薪 通过这几位船公就把高炳竹引到了一条船上 然后这时候持十字戟的蒙面人出现 杀死了船上的船公 并与高炳竹展开了一番争斗 然后做出了被高炳竹杀死的假象 咬娘此举不过是想误导高炳竹 让他以为他的大仇已报 复仇的使命已经完成了 不过高炳竹很快就明白了 这不过是一个假象 所以啊 综合以上分析 很大可能咬娘就是那个蒙面的杀手 高炳竹的复仇对象 至于在剧中咬娘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 我还不知道 我现在只看到了18集 但是我相信啊 这肯定是一个悲剧的结局 就像我刚才说的 不死不休 好了 说完了剧中的咬娘 咱们再聊聊历史上真实的咬娘 历史上确实有咬娘这个人 而且所处的时期正好也是武则天时期 不过呢 可能比剧中的时间呢 要提早15年 那是在公元的690年 不过他并不是什么赌场老板 他是一个婢女 确切的说是一位舞婢 他的舞跳得非常的好 他在隋朝的时候也是出身于世家 后来改朝换代家道中落 自己呢 不耐之下 只能卖身为比 他的主人叫乔芝芝 乔芝芝这个人也不寻常 他的父亲乔诗旺是安息都护府的第一任都护 他的母亲姓李 是庐林公主 是李渊的女儿 所以乔芝芝就是李渊的外孙子 虽然说贵为李渊的外孙 但是在武则天时期 李氏的亲戚呢 并没有得到重用 他的官职并不高 只是做了一个小小的幼补阙 虽然说官不大 但是呢 他却是颇有文才 而且呢 毕竟是黄金国戚 所以呢 他也能够经常的把一些朋友邀到府中 让自己家中的婢女为这些朋友们唱歌跳舞 这也是当时唐朝贵族生活的一部分 姚娘就在这些聚会中因舞姿出众 而在京都洛阳慢慢的有了名气 这样姚娘的燕名就慢慢的传到了 当时担任文昌左相的五成俭的耳朵里 大家可能有点疑惑 这个文昌左相又是个什么鬼儿 这个呢 我想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 在武则天时期的政府机构设置 和以前唐朝的三省六部制 虽然内容一样 但是名称上完全不同 大家知道 开始于隋朝的三省六部制 指的三省呢 就是上书 中书 门下 六部呢 指的就是立护 礼兵 行公 中书省的最高长官是中书令 上书省的最高长官叫上书令 门下省的最高长官叫世忠 唐朝的时候没有上书令 因为李世民曾经担任过上书令 所以后面的皇帝就没有再设上书令这个职位 已是对唐太宗李世民的尊重 同时也是为了分解上书令的权利 所以就设置了左仆叶和右仆叶 上书左仆叶 上书右仆叶 再加上门下省的市中 以及中书省的中书令 再加上由皇帝选拔进来的同中书门下平章式 又叫同中书门下三品 一起构成了唐朝的宰相集团 这是五州以前的设置 到了五州时期 这三省的名称就发生了变化 以前的中书省改名叫凤阁 最高行政长官叫凤阁侍郎 门下省改名叫轮台 最高长官叫纳严 尚书省改名叫文昌台 以前的左仆叶右仆叶 分别改名为文昌左相和文昌右相 以前的同中书门下平章式 自然也就变成了同凤阁轮台平章式 大家熟悉的敌人节 就曾经担任过这个职务 这是三品的大元 在唐朝的官吏中是最高的 因为一品二品都是虚弦 只是象征着一种荣誉 以前的立护礼兵行公六部 也依次的被改成了天地春夏秋冬 就说立部就变成了天部 而公部就变成了东部 所以剧中担任公部尚书的百里炎 应该是东部尚书 武则天的作为中国历史上的唯一的一位女性皇帝 他所做出的很多改变都非常具有女性的特点 比如说大家在剧中看到的男士们的头巾 上面有两个类似于横看的驼峰的样子 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这两驼就是头巾下包裹的头发 因为大家想想每个人的发量是不一样的 不可能都能传成这样同等高度的两驼头发 其实在这块头巾 这块头巾的叫葡萄 在葡萄下面的是一个叫金字东西的支撑物 最早它是由一种类似于金条的材料支撑 这个东西的名称叫金子 在隋朝和初唐的时候并没有这种东西 即使后来慢慢有了 也是很矮的那种很不规范 后来到了武则天时期 他特意给他的大臣们每个人发了一个高金子 是用捐和一些其他的材料制成的有一定的硬度 这样的话朝廷的官员带起来以后 就自然掀起了这股石上 慢慢的唐朝的男士的福头下面都带了这个叫金子的东西 就是我们在剧中看到的样子 还有一个变化呢 就是官员上朝时佩戴的渔服 在五周时期渔服改成了规服 渔服相当于朝廷官员的一个身份认证 如果皇帝要特别召见官员入宫的时候呢 宫廷的侍卫就可以通过渔服来勘查这个官员的身份 确认无误 渔服根据官员的品级不同 又分为金渔服银渔服 与渔服相配到的还有一个金渔袋银渔袋 这也是跟官员的品级挂钩的 所以官员上朝要佩戴着渔服 佩戴着渔袋 还要拿着渔网 说是上朝其实是出海 到了五周时期 渔服就改成了龟服 为什么改成龟服 而不是其他的动物呢 这是因为武则天不是姓武吗 在中国古代有四项的说法 又称之为天之四灵 分别是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 现代的人把这称之为四大神兽 而玄武这只神兽就是龟与蛇 这就是五周时期官员上朝时 为什么要佩戴龟服和龟待的原因 不好意思 又不好提了 五成四也想得到姚娘 她就找了一个借口 对乔芝芝说 想让姚娘来她的府中 帮助她的那些婢女们学舞蹈 乔芝芝明知其中有诈 但是她也不敢违逆五成四的意思 只好把姚娘送进了五成四的府中 自然从那以后 姚娘就再也回不到乔芝芝的身边了 时间长了 思念之苦是越来越浓 所以她就在细菌上写了一首诗 叫绿珠院 然后用重金买通了五成四的家人 把这首诗递到了姚娘的手中 这首绿珠院中提到的绿珠也是一个女子的名字 这是在西晋时期有一个叫石虫的 大家一定记得石虫跟王楷豆腐的故事 就是这个石虫 石虫用石壶珍珠买了一位五姬 他的名字就叫绿珠 石壶珍珠那真应该是一笔巨款 在唐朝以前一壶差不多六十公斤 石壶就是六百公斤的珍珠买了一位武女 可见绿珠的身价是多么的高 石虫确实有钱 绿珠也确实值这个钱 他的武姿出众深得石虫的喜欢 石虫呢还为他特别建了一个筋骨台 特别的高上面还装饰了珍珠马脑啊各样的宝物 可以说石虫对绿珠是宠幸无边 后来西晋发生了政变 石虫成了政治斗争中失败的那一方 而成功的那方中有一个人叫孙秀的 这个人我以前跟大家也讲过 大家记得我以前讲过一代皇后杨献荣的故事 杨献荣就是西晋的那位傻皇帝晋慧帝 在他的第一任皇后贾南风被除掉以后 做的晋慧帝的继任皇后 而当时把杨献荣推上皇后之位的就是这个孙秀 孙秀是胜利的一方 所以呢就要求石虫把绿珠交给他 石虫这个人虽然在史书上名声不佳 但是他作为一个男人的骨气还是有的 他坚决不同意把绿珠交给孙秀 于是孙秀就派兵围住了石虫的府地 石虫那时候正在和兵客们宴席 知道自己已经被重兵围住 就为绿珠说 说我因你而获罪 绿珠答道 妾当孝死军前不让贼人得逞 于是就从石虫为他建的金谷园的高台上跳下坠楼而死 而后孙秀杀了石虫的全家 后来唐朝诗人杜牧在路过金谷园的时候想起了此情此景 还写了一首诗来平调绿珠 繁华世尽竹香尘 流水无情草自春 日暮东风怨啼鸟 落花游四坠楼人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绿珠坠楼的故事 乔芝芝就是引用了这个故事写了这首诗送给了姚娘 其中还有这样两句 百年离别在高楼 一旦红颜未君尽 意思就是赞颂绿珠为主殉情这种行为 姚娘日思夜盼着她的情郎的阴信 盼望着她的情郎来搭救她 但是没有想到等来的却是这样一封信 悲愤之下也是心灰意冷 姚娘就把这封信别在自己的罗群之中 然后趁着仆人不注意 深夜找到了一口古井一头扎了进去 从此香消欲云 五成寺找不到了姚娘就四处找寻 最后在古井中发现了姚娘的尸首 同时也发现了乔芝芝的这首诗 五成寺大怒就命人罗知了一个罪名 又把乔芝芝抓了起来 最后是将其处斩 这就是历史上的姚娘坠井的故事 传说姚娘的行为最后感动了落水中的落神 于是他就令落河水决堤 淹没了姚娘自杀的那口古井 后来就在这个地方建起了一座堤 后人为了纪念姚娘 就把它命名为姚娘堤 姚娘堤现在就坐落于落河的天津桥畔 有很多人把姚娘投井这件事 当做一个爱情的故事来歌颂 可是在我眼里看来 我是丝毫看不到里面有任何的可歌可泣的爱情 我看到的就是一个可怜的女人 和一个占有欲极强自私自利的男人 乔芝芝真的比不上石虫 虽然说在历史上 乔芝芝的名气要比石虫好很多 石虫很贪婪而且也很残忍 他曾经让美女去给他的客人敬酒 如果客人不喝的话 他就砍下美女的头 他不是一个怜香惜玉的人 但是在他面对新兴的贵族孙秀的要挟的时候 他的身上还能够看出一些老贵族的傲骨 他没有把绿珠送给孙秀 虽然说如果这样做了 他可能能够逃得一命 即使是在孙秀把他的筋骨猿围住的时候 他也没有把绿珠献出去以求得活命 虽然他也对绿珠说了一切 这一切都是因你而起 但是这是在玉石俱焚的状况之下 石虫自己也没有给自己留任何的生路 所以绿珠最后殉情而死 让人觉得呢就很自然 也算是不辜负石虫对他的一番关爱 当然了不能说石虫此举完全是为了绿珠 他本来就是一个争强好胜之人 对于他来说 他的尊严也许比他的生命更重要 当然也超过了对绿珠的宠爱 不过这一切毕竟是因绿珠而起 石虫也做到了自己所能做的一切 而乔芝芝呢 他献出了姚娘 得到了一个四品侍郎的官位 又觉得自己这样做有伤自尊 心里头不平衡 所以他就给姚娘写了这样一首诗 他是变相的规劝姚娘用自己的生命 为他挽回一些尊严 让他的心理能够得到一些平衡 乔芝芝在面临五成四这样的新兴贵族的时候 并没有保持他一个老贵族的尊严和体面 他献出了姚娘不能保护自己心爱的女人 我们只能说她软弱可欺 但是他给姚娘写了那样一首诗 让姚娘用生命去成全她可怜的自尊 这就不是一句简单的软弱可欺可以形容她了 这充分表明了她内心的黑暗和自私 所以她与姚娘的这个故事并不是什么爱情故事 这里头没有爱只有怨 我们再看姚娘对她写的这首诗的处理 在那种情况下她有三种方法可以处理这首诗 第一是留在自己的房中 这样五成四就会很容易的发现她 然后迁怒于乔芝芝 乔芝芝绝对不会有好的下场 第二就是把这首诗烧掉 这对于姚娘来说不过是举手治劳 然后她在自己从容赴死 但是这样就保全了乔芝芝 姚娘采取的是第三种方案 她把这首诗带在了自己的身上 我猜想她当时心里头也非常的矛盾 她知道这首诗如果被五成四发现 乔芝芝绝对不会有好结果 她如果烧了这首诗 五成四就怪不到乔芝芝身上 她把这首诗带在身上 实际上是选择了一种折中的方案 或者就叫做听天命吧 如果五成四能够在短时间内找到她的诗首的话 就会发现这首诗继而找乔芝芝算账 如果天命没有让五成四找到她的诗首 或者说在短时间内找到她的诗首的话 那这首诗恐怕也就自然消失了 姚娘没有做到很绝情 但是她也没有原谅她 所以她把这一切交给了上天 最后上天让五成四发现了这首诗 杀死了乔芝芝 十三年以后 姚娘又出现在了神都洛阳 不过这次并不是在现实生活中 而是在剧里 这时候的姚娘已经不是过去的五娘 而是成为了一个手眼通天的赌场的老板 一个三十岁左右成熟美丽的女人 如果历史上的那个姚娘没有死的话 到了剧中的这个时间也正好是这个年龄 那么剧中的姚娘是不是那个满怀悲愤 坠井而亡的姚娘呢 应该不是 但我相信马伯庸先生一定是以姚娘这个名字 来纪念那个过去的可怜的女人 也许她觉得她不该死 或者至少不要死的这么不值 但或许这正是姚娘的命运 剧中的姚娘又再一次陷入了一场事关生死的感情之中 这一次她将如何选择呢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收看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这里是Frank 为您讲述有温度的历史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